大巡寶駕 誰才是航家 哈囉 大家好 很有禮貌的小朋友 而且我覺得爸爸很眼熟 高大哥 高日和高大哥 我們現場觀眾來歡迎一下 今天很難得 假日出來 還要帶孩子 因為我們大巡寶駕 一年一度在戶外 再怎麼遠也要來啊 我們自己老兄弟 三十幾年的兄弟了 要來立體一下 你們在玉山我都爬過去 好 這你說的 真的 因為今天熱得要命 我們下次來辦一個冷的要 好 大家都要穿雨柔衣的 那剛好今天帶小朋友一起去 逛百貨公司 我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 那個我們高長官 以前是從事這個 台灣自然的工作 對啊 還是我們台灣神探之一 是 我跟他交情很久了 好 很久很久 常常辦一些案子 我們都 哇 瞬目 常那個 不知道應該怎麼說 因為他常常 常常辦一些很 很 應該講說懸案 對啊 像這個節目有講過 好多故事 然後他今天帶來的是 若干應 他的小兒子 有可能是我們台灣總統 來來來 看一下看一下 你跟大家問好 來 大家 你知道你現在上什麼節目嗎 我上小班 OK 來很可愛 但今天爸爸的寶物 可得小心了 好 第一個寶物呢 來 這個是當初 高警官多少年前 花了這個算是 八分之一的薪水買來的 對 這個在78年 民國78年 那時候我在中山分局的時候 那流行 一陣一陣 大家都會習慣 我被貓咪咬 你被貓咪咬了 那很 可是樓歪掉了 我還沒講完 然後 就當時大家同時也都流行 在收集茶壺 在泡茶 在辦公室 警察那時候 泡茶很正常 一個文化 是很正常 但這個壺也小得 太不可思議了 你要喝一杯 要泡多久 那當時買 其實 才買2000 2000多塊吧 民國78年的2000多塊 我們那時候薪水才兩萬多吧 一萬 一萬九兩萬 一萬九兩萬耶 2000多塊買一個茶壺 而且小得不可思議 什麼吸引了你 把它買下來 這是一個我很好的朋友 是 但是他當時他 收藏了蠻多的茶壺 但不是特別的好 對 但是不是特別好的茶壺 當下他就是 得了他是糖尿病 那必須截肢 對 那截肢當時我就是 其實我就是拿了2000塊給他 那拿了2000塊給他 就說拿你 我也沒什麼東西可以給你 那他就拿了這個茶壺 送給我 所以他的價值 我等於是這2000塊 可是你真的有用嗎 因為他太小了 有 我有在泡 真的有在泡 這個我先說一下紫砂 紫砂壺 是我們泡茶的 應該講說是上品 大概泡茶都會用紫砂 都會紫砂 那紫砂壺 我們怎麼去鑑定 一個好的紫砂壺 最重要的紫砂壺是透氣的 紫砂壺可以透氣 也就是說當你85度的水下去以後 它這個旁邊會出汗 好汗喔 這就是紫砂的一個特色 特色 紫砂壺不是黏土 也不是磁土 紫砂呢是砂跟黏土的混合 它是一種岩層 這種岩層是在哪裡呢 是在那個河床下的 這種紫砂的這個礦 應該說礦脈現在越來越少 所以它是紫砂壺 這是紫砂壺 然後再來說紫砂壺的名家 當然第一名家就是石大兵 這是明朝末年最有名的這個製湖專家 是 現階段的包含蔣榮啦 顧錦舟啦 顧錦舟啦 我都不覺得這些湖很了不起 為什麼呢 因為湖這個東西是文化的產物 文化是什麼呢 文化是我們生活的方式 文化呢是一種藝術的表現 所以說如果文化的東西 只是做得很像 做得很好 那是降氣 那個不是文化 所以說真正會做湖的人 基本上都是怎麼樣 有一點文化底子的 來 各位看一下 這個人 哎呀 底下有字 蔓生 陳蔓生 他的全名叫做陳紅壽 是乾隆年間近視 一個近視喔 胡不是他做的 是 胡是他指導那些搖工做的 指導搖工去燒製他 但是刻字 就是他在泥胎的時候 他刻字是他刻的 用什麼刻呢 用竹刀刻 那他有慢生十八寺 就是他有十八種的茶壺 哇 他很漂亮 都具有文化的素養 哇 那我們今天要評斷的就是 他是不是神明的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支湖 這一支湖叫圓珠湖 完全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也沒有什麼奇銀技巧在裡面 這裡面只有什麼 只有感覺 只有感覺 然後呢 這好難感覺喔 感覺什麼感覺 你只要看 它是怎麼樣 幾簡 渾然天成 它沒有複雜的捏 也沒有複雜的花 它就是一個做得很漂亮的一支湖 就叫圓珠湖 好像一顆豬 所以高塔哥林當初收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想過它是個名家湖 沒有去 完全沒有考慮這些 幫一個朋友 對 沒有就是很簡單就是 它純粹送給我的一個 純粹送給你 然後你也可以幫到它 因為它節肢了嘛 然後它住院嘛 然後去看它就包了一個 兩千塊給它 是 我們把這個 陳鴻獸的這個刻字 讓它放大讓大家看一下 放大給所有的朋友來看 對 因為遠距離是真的看不到那個字 這是一個 對 涉及到鑑定很重要的一個 好 來 睡覺了 好 各位看好 浴谷冰姬慢生 這個字就刻得非常漂亮 您說用竹刀刻的 對 竹刀刻的 來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它不是機器 不是機器 機器是刻不出來的 因為它這樣聽起來蠻開心的 那我們就要來評估一下 來評估一下 這個湖 是不是真的慢生 是 三十年前兩千五 來 買的 請我們的兄弟 親老闆請見價 三十萬元 剛剛趙大哥 這個 親老今天比我白來曬太陽 太神奇了 白來都放在家裡 我放口袋拿來的 他放在口袋拿來的 他放在口袋拿來的 賺到了 真的 所以說 很驚人 三十萬茶屋讓我瞧瞧 太感動了 有些東西放在家裡 你永遠不知道它值錢 等你把它找出來 三十萬 到我們節目來 你就知道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這一顆慢生壺 因為它不起眼 所以很多人會認為說 它可能是假的 但是我跟你講 慢生壺 它本身就是一個 在前清的時候 就是一個商品 就是一個商品 陳侯壽本人他刻製 然後製作出來的壺 在當時算是非常有名的 哇 那天啊 以後我有機會 我再跟大家講 中國的茶的歷史 好不好 先聽 太感謝我兄弟 我待會兒回去不要再放口袋 拿什麼泡棉 什麼包一包好不好 天啊 這把三十萬拿 橡皮筋綁一綁 你知道這多容易破嗎 好